不惑之年学着做回纯粹跑者 只因一个扰人的梦 贝科勒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集市内 室外 远河公路赛于一体的全能运动员 他也是工人的最佳长跑运动员 他为了帮助国家度过疫情 捐出了自己的酒店 他就是 贝科勒 上期视频说到 贝科勒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 结束了场地赛生涯 正式转向路跑 而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运动员都绕不开的伤病 深受伤病困扰的他 在2013年 参加了游进的一场万米比赛 以27分12秒08的成绩 为了埃塞尔比亚军团第四 但遗憾的是 这个成绩并不能帮助贝科勒参加世锦赛 至此 贝科勒的场地赛生涯 也正式结束 放弃路跑 转向马拉松 在2013年 参加了他人生中的首个马拉松比赛 虽然是半马比赛 但竞争却一场激烈 他与法拉赫和格布雷上演了史诗级对决 贝科勒凭借着绝对的实力笑到最后 以109秒拿下了第一个冠军 拿下半马冠军后的贝科勒 仿佛夜之间回到了2008年 那个能在奥运会获得双金的贝科勒回来了 2014年巴黎马拉松赛 首次参加拳马的贝科勒 再一次拔得头筹 也为自己拿下了生涯第一个拳马冠军 年底他又参加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 以两时五分五一秒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巅峰贝科勒 即将再一次发挥统治力时 意外却再一次降临 巅峰过后伤病再度来袭 2015年1月 贝科勒参加了迪拜马拉松 在跑到29公里后 跟剑再次手上 选择退赛 三个月后 因为伤势问题 退出了伦敦马拉松 直到2016年 贝科勒选择再次参赛 在伦敦马拉松中 他与吉普乔格展开世纪大战 最终 贝科勒一两时三分三六获得铜牌 吉普乔格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 同年9月 贝科勒再次参加了柏林马拉松 这一次 贝科勒跑出了历史第二的成绩 获得冠军 他也用两时三分零三秒 再一次向世人宣布 长跑之王贝科勒又回来了 也正是这次成绩 让贝科勒心中猛声出 要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的想法 但可惜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 贝科勒再也无法接近这个成绩 其中甚至出现了多次退赛 人们也从刚开始 无比相信贝科勒 转变成怀疑 讥讽 贝科勒也因为全身 多处伤病的困扰 以及多次退赛 造成的心态变化 使得他一瞬间跌入谷底 甚至与相识多年的经纪人 几乎决裂 经纪人也说到那段时间的 贝科勒变得难以沟通 认为贝科勒将所有心思 投入在了生意上 对于身材的走样 以及反复难遇的伤病 却显得不屑一顾 许多人也为贝科勒 打伤了退赛大王的标签 直到2019年伦敦马拉松比赛 由他保持的国家马拉松记录 被打破 这样一位创下过无数荣誉 内心骄傲无比的传奇跑者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记录 被打破 自己却连一次训练 都无法坚持下来 眼看着自己年华老去 贝科勒内心的斗志 终于再一次被点燃 这一次 贝科勒将一切 阻碍训练的事物抛向脑后 他眼中依然是世界记录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贝科勒前往荷兰训练 通过一系列的训练 贝科勒走样的身材 再一次重返顶级运动员行列 从起初每周40公里 逐渐提升到每周150公里 回到埃塞尔比亚后 他的跑量已经达到了 每周180公里 这一段苦行僧的生活 让贝科勒带回了 巅峰时期的身材 全身贯注的意念 以及信心 不仅如此 贝科勒加入了一个新团队 几年未曾参加大赛的贝科勒 跟随新团队时 将野心展现的淋漓尽致 一直以世界记录为目标的他 从不喜欢输给任何人 哪怕只是一场训练 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2019年9月 贝科勒带着突破 个人最佳的目标 再一次站上了起跑线 直到比赛结束 没人相信 这位曾经被冠以退赛王的贝科勒 竟然能在这场比赛中 跑出两十一分四一 这样世界级的成绩 这个成绩 距离基普乔格的世界记录 仅差两秒 那两秒真的不算什么 我有信心打破马拉松世界记录 贝科勒如是说道 是啊 谁能想到这个一年前 已经放弃长跑 被试人打上退赛王标签的贝科勒 能够再次改变外界的看法 但不巧的是 疫情的突发 马拉松比赛也随即暂停 这也让贝科勒的步伐 逐渐慢了下来 2020年伦敦马师 又因为赛前受伤 宣布退出了与基普乔格的对决 不仅如此 贝科勒还退出国内奥运选拔赛 这让无数跑者期待的 马拉松世界之战 再次落空 直到2021年 贝科勒和他的经纪人 宣布将参加柏林马 而贝科勒也由于疫情 两年没跑过马拉松了 且过去18个月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这不仅让人怀疑 贝科勒是否又会出现退赛的情况 但贝科勒只是回应 将要在柏林打破世界记录 可惜的是 前半程虽然领先了世界记录 但也无意消耗了更多体能 加上现场气温条件 最终贝科勒一两十六分四七秒 今获得第三 随后 他又参加了纽约马 恰逢纽约马五十周年 这是贝科勒首次登上纽约马拉松的赛道 虽然最终只获得了第六名 但他依然是赛号媒体最关注的焦点 年近四十的他 在六周内连续参加了两场马拉松赛事 虽然没能收获满意的成绩 但对于贝科勒来说 当下的他 重返赛场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距离上次跑完完整的马拉松 已是两年之前 跑出历史第二块成绩的柏林 如今 已到不获之年的贝科勒 依然追逐着那个世界记录 他依然想证明 他仍然是这个世界 跑得最快的人之一 最终奋起直追 重拾荣耀的信念 才是贝科勒的动力来源 心中的傲气 还是会化作熊熊烈火 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上跑道 去追逐那个梦想